国产高端疫苗再传捷报 进纽西兰 帛琉 印尼和贝里斯之后 又新增一个国家认可 泰国成为第五个认可高端疫苗的国家 实际点进泰国外交部网站 可以看到认可的疫苗已多达九种 包括中国科兴 AZ 辉瑞 莫德纳 中国国药 娇生 俄罗斯卫星五号 印度COVAXIN 再来就是高端 不过为了防堵Omicron变异株 泰国已经暂停免隔离政策 外国鲁克入境 仍需隔离7到14天 另外澳洲政府也已授予高端疫苗 审查资格认定 正在等待最终审查结果 但疫苗从研发到认证 程序一项繁复且冗长 从了解病毒到临床试验 到核准上市既花钱又耗时 且相当不容易 指此全球爆发疫情之际 国产疫苗助攻对抗病毒 若能突破更多审查关卡 渴望继续迈向国际 发扬光大 三立新闻全部都报道